审视太子爷因力冷漠 唯独对我闺蜜例外 但我一心在闺蜜面前抹黑她 气得她扔下支票 说吧 要多少钱你才愿意离开周盈 一千万 我试探性的报了个数 她讥讽我见钱眼开 区区一千万就能卖了闺蜜 但我只听到她说区区一千万 懂了 还能加价 我深吸一口气 那五千万 我叫纪如龟 娱乐圈十八线小童星 勉强靠切她边舞蹈视频 挤进了研制赛道 是客家都能踩上一枪的存在 而我的闺蜜周盈跟我截然相反 刚出道就凭借青春甜美的外貌 一跃成为新生带有量化 好资源拿到手软 我到家时 刚结束一部大制作电影的周盈正 躺在沙发上 美滋滋地敷着面膜 那款面膜我种草了许久 一直没舍得买 周盈听到开门声 惊喜地从沙发上跳起来 一把抱住我 我整个人跟冰茶子似的 把她冻得打得哆嗦 好家伙 你身上怎么这么冷啊 我心想 大冬天穿条吊带裙 在雪地里拍了两个小时的变装热舞 能不冷吗 周盈一向不喜欢我拍这些视频 所以我很实实物地闭嘴 哈哈的气 帮我搓了搓手 伴随低头的动作 周盈细致如玉的搏梗上 露出一节细细的银链 一颗伸天鹅龙色泽的 蓝宝石吊坠顺势除落 只一眼 便能让人看出价格不菲 我一步开视线 这项链蛮好看的 是你新买的吗 周盈的动作一顿 有些含糊地答到 上部电影杀青的时候 投资方沈总送我的 周盈像是打开了画匣子 但说来说去全是沈安 她被剧组女演员针对时 是沈安站出来替她主持公道 她的哭戏被导演骂时 是沈安陪她在天台吹风开导她 周盈提到她时语气甜蜜 又带着点忐忑 沈总人真好 我心一凉 我对周盈太过熟悉 她喜欢上沈安 沈安 沈家的天之骄子 我曾在酒会上 远远地见过她一面 当时我正对着一群 中年男人点头哈腰 朴熙熙地求人家 从指头缝里给我露点资源 他们嘴上条笑着 开个空头支票 一张比一张大 更有甚者 直接把房卡塞进我手里 我却还得陪着笑 突然间 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 走进宴会厅 在场的所有人 心照不宣地安静下来 如同众星捧热搬下她走去 方才在我面前 指高气扬的那些人脸上 画上了 如我相同地产了笑我 而那个五官形如刀削 精致立体的年轻男人 只是用一双淡漠的丹凤眼 不嫌不淡地看着他们 她的眼神也曾落在我身上 极短暂地掠过 仿佛看一粒尘埃 后来我才知道 她就是沈安 沈安因之冷漠 唯独对周盈例外 周盈也喜欢她 可我不想让他们在一起 我鬼使神差地说 你还记得有次 我从酒会上带回来一张房卡吗 那是沈安塞给我的 周盈惊乐地抬头 她的神色 梳妆台上摆了 足够一箱的面膜 从小到大 周盈都是这样 只要是我想要的 她都会给我 她一直对我很好 很好 周盈在家没待上几天 就又进足了 她前脚刚走 我后脚就发起高烧 昏昏沉沉地做了好多梦 梦里周盈得了影后 坐在台下的沈安带头鼓掌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她单膝跪地 画面一转 华贵通明的别墅内 只听得到浴室的水声 周盈裹着一身撕着睡袍 愣愣地盯着手机里的照片 那是一张我和她的合照 下一秒 我从梦中惊醒 一身冷汗 精神却好了很多 我打开手机 周盈嘱咐我要好好休息 一直放咬我的经纪人 理解破天荒的问我在哪 说今晚有活 我认认真真的化好全装 选好衣裳 理解雀悦地将我送到园居门口 我走进去 主位上坐着沈安一人 她轻轻抬眼 季小姐 听说我给你塞过房塔 说多错多 我索性一言不发 大概是沉默的 我像个安纯似的 太没气势 沈安倾笑一声 说吧 要多少钱 你才肯离开周盈 我深吸一口气 试探性地抱了个数 一千万 沈安不屑道 周盈把你当好朋友 为了区区一千万 你就能抛弃她 她像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 娱乐圈果然都是你这种 见钱眼开的女人 但我只听到她说区区一千万 懂了 还能加价 那五千万 沈安声音隐含怒气 你以为我是冤大头吗 五千万 少一分都不行 我端起面前的冰水 一股作气地灌下去 沈安眼神一沉 记如龟 别太过分 小心有命正没命花 确实 我想起了什么 正正地点了点头 不过 我掏出包里的录音笔 轻轻一按 从季小姐听说 我比你塞过房卡 到有命正没命花 每一句的音质 都清晰又响亮 周盈很相信我 她不会把我说的话告诉你 唯一可以解释你 知道这些的理由只有 你在监听她 给美女地方卡的情长浪子 或许能让她 相信你会回头试案 但如果是事无巨细地监视她 试图掌控她生活的变态 沈总觉得 周盈还会接受你吗 沈安目光森然 我把录音笔收进包里 现在我想 五千万并不过分 还是说 沈总已经决定 但我有命正没命花了 我攥紧手中的空杯 不知过了多久 沈安将一张五千万的支票 留在桌上 五千万 从此不准出现在周盈面前 希望你说到做到 她走后 我用食指抹撒了下 到手的支票 当然 不过 是在五千万花完钱 我删掉了周盈 所有的联系方式 又向李姐请了长假 一出园居 深夜的寒风凛冽 吹乱了我的头发 我随手拦下一辆出租 我说我要去的地方不好找 师傅等会走哪条道 听我讲就行 司机师傅偏不信邪 非让我把地址报出来 果然他在导航里 怎么都搜不到 最后还是只能靠我口述 等红灯时 他有些憨厚的道歉 不好意思啊 干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回找不到那个地址 我笑着说 不怪你 要不是上辈子来过 我也找不到这 他被我逗得哈哈大笑 只有我心里知道 自己是认真的 崎岖的山路绕了又绕 在司机大叔第三次质疑 我是不是记错了位置后 我们终于 到了一栋古色古香的中式宅院前 这栋宅子占地极大 没有名字 就叫沈家祖宅 即使在地图上也搜不到他的所在 我来这里要找一个人 沈三爷 沈安的小叔叔 门口的保镖 一个个吸服墨镜 仿大腰圆 我还没走近 就已经静止的要赶我走 我抿了抿唇 劳烦转告沈三爷 我能救他 我知道他需要的心缘在哪里 沈家三爷 有着先天性心脏病 偏偏又是罕见的熊猫穴 合适的心脏工体等了三十年 一直无异于大海龙针 他们对我的话将信将疑 性子急躁的龙哥快步走进大宅 其人仍紧盯着我 过了会儿 龙哥眼神复杂地回来 打个手势 众人才散开 他上前领路 请 这里的一草一木 我都极其熟悉 现在是冬日 接着后雪的院子里 只有山茶花还在开 我想见的人 正静坐在庭院中央 手里握着一串佛珠 速速地落雪 沾湿了他的肩头 沈三的脸上苍白而无血色 笑容轻润 同色明朗 他看向我的一刹那 我没能忍住眼泪 我太久没有见过他 那一瞬惊叉后 沈三有些无奈 哭什么 我抹了把眼泪 想到上辈子 最后一次见他 他行销鼓励地躺在病床上 也在问我哭什么 我哭得更厉害了 沈三无可奈何道 小姑娘 你不是说来救我吗 怎么自己还哭上了 我眉头眉脑地来了一句 你侄责沈安太欺负人了 他哭笑不得 佛童般柔了柔太阳穴 那我替他跟你道歉 沈安无法无天惯了 确实性格恶劣 我会管束他的 我委委屈屈地摁了声 他似乎觉得好笑 难得促侠道 不过据我所知 季小姐也没吃亏 毕竟从他的账户上 花走了五千万 这话一出 拟我进门的龙哥 上辈子我和沈三 在周阴婚礼上 第一次见面后 他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 跟我讲的话 想着我心更酸了 又开始抽抽叨叭 我真的知道 他无奈极了 神色再度暖下去 别哭 他戏言道 不然把沈安叫回来 打他一顿行吗 我有点期待 也不是不行 但我最想要的不是这个 我郑重地重复了第三遍 我真的知道 沈三仍旧温和从容 即使是关他的生死 我可以告诉你 心缘在哪 但我有条件 他唇角上扬的弧度不变 毫不意外 我会提出条件 请说 我鼓足勇气 我要你跟我结婚 话音一落 他的神情迅速冷淡 不行 我怎么也没想到 会是这个答案 龙哥在一旁皱眉道 三哥已经有了未婚妻 你不要痴心妄想 怎么可能 我下意识地反驳 我看向沈三 他眼中是不容智慧地坚定 我很爱我的未婚妻 如果是其他条件 不会考虑 但这件事不行 龙哥像嫌气氛还不够干大 小声补充 三哥对徐小姐一见钟情 你是不会明白的 一见钟情 我重复着这四个字 沈三微微点头 嘴角是温柔的笑语 是 我对我的爱人一见钟情 我也笑了 好啊 上辈子你还说对我一见钟情 感情你的一见钟情是批发来的 龙哥苦口苦心地劝我 季小姐是吧 你如果真知道怎么找到心源 三哥是不会亏待你的 何必非盯着沈家你主人的位置 他还想继续被我打断了 我对沈三说 好 那就换个其他条件 我要一直住在沈家知道 你痊愈 沈三垂谋成丝 季小姐就这么确定我能痊愈 不等我回答 但有一个问题 你一直没有告诉我们 你所说的心源在哪里 心脏捐赠者的信息受到政府保护 即使是沈家 也只能向有捐献资格的病人群 体寻求匹配 你有什么渠道能知道心源的下落 我直视着他探求的眼神 每个人都有秘密 只要你信 我就能救你 况且只是让我住在沈家 对你来说 又有什么损失呢 龙哥嘟闹了一句 谁知道你是不是在记忆三哥 我不理会他 只是看着沈三 两九后 沈三点了点头 你可以留在沈家 但三楼最左边的那间房你不能动 其他客房可以任选 那是我上辈子在沈宅的房间 沈三告诉过我 从那里的阳台 可以看到最好的日落 他被他留给了别人 嗯 我静止上楼 一句都不想多问 龙哥有些惊喜 三哥 那间是徐小姐要住进来吗 我加快脚步 不想听沈三回答了什么 一切变得不一样 是好事 不一样才说明能够改变 我要救他 即使 我随意走进一间房 整个人困倦地倒在床上 即使 我们独再相爱 大概是终于来到沈三身边 这段日子 我难得睡了一个好觉 阳光明晃晃地 刺亮我眼睛 都没能闹醒我的好眠 反倒是 后来有人上下楼梯 拖拉重物 吵醒我 慢着 还有 女人的娇笑声 我猛然睁开双眼 楼下的女人是徐萌萌 龙哥嘴里的徐小姐 沈三口中的爱人 巧的是 她还是我上辈子的对家 之所以是上辈子 是因为我这辈子的咖位 我站在二楼转角 看着她和沈三并肩的画面 真的很气 所以说 她根本不是对我一见钟情 是对同一个类型的女人一见钟情 龙哥瞧见了我 她瞪大了眼睛 高声喊道 季 季小姐 你在干什么 我冷着脸 放下了手中的龙泉关摇双耳瓶 没什么 拿起来殿下重不重 龙哥好奇地发问 重吗 我皮笑若不笑 挺重的 杂人的话 应该一杂一个准 她闻眼紧接地后退一步 正好挡住我 看向沈三的目光 徐萌萌听见动静回了头 她实在生得很漂亮 是我在路上遇到 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的女人 但她看我的眼神 是不是过于开心了 我靠一直归归 我的直播账号名 给我整不会了 啊是 看过我直播 她骄傲地养头 我还给你刷过嘉年华呢 嘉年华是直播间里 最贵的礼物之一 我只收到过聊聊几次 很有影响 所以她的ID是 我闭上双眼 这堆建材许哥 上辈子一起参加活动 明明都对我很高冷的 我俩抢资源的头条 不知道养活了多少影响好 没想到 有些美女白天 坐着我的对家 晚上就成了我的直播间老铁 徐萌萌跟我记忆中很不一样 她滔滔不绝地 表达着对我的欣赏 为我不算平坦的事业 感到惋惜 在交谈中 她也会附着痕迹地聊到沈三 说起他们的相遇 沈三沉静地倾听着 明明拜笑 管如一位再合格不过的爱人 徐萌萌下午有杂志拍摄 午餐时间前就离开了 餐桌上只有我和沈三两个人 你不爱她 我极其确定地开口 沈三冷声道 季小姐 你这句话非常冒犯 但我的语气甚至称得上轻松愉快 你不爱她 我很确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爱人时的眼神 我见过 不是这样的 餐桌上的菜品很丰盛 尤其是作为主菜的松叶蟹 我笑着将筷子伸向蟹肉刺身 加进嘴里 风润紧实 唇齿流香 并且如愿地瞧见了 沈三惊慌的眼神 她果然知道 我对螃蟹严重过敏 既然她预盖迷章的板上这道蟹 我偏偏要吃给她看 头头的肿胀感 使我吐子艰难 你也回来了 是不是 我觉得全身都在发痒 她按住我的手 一抓 医生就到了 晕过去前 我只记得她的手 比我抖得还厉害 沈宅不缺医生 夕阳落下时 我便醒了 不是昨晚的房间 而是三楼最左边这间 薄雾浓云 一寸寸霞光迎风送晚 即使无数次从这里探过落日 还是会忍不住感慨 真的很美 沈三站在床边 背影不锁 身体逆影 醒了 嗯 我有些心虚地硬着 她转身想走 我跳下床 不过一切地抱住她的腰 你不准生我的气 要怪就怪你自己的眼睛太差了 沈三气急返校 这么说 倒是我的错 我理直气壮 就是你的错 既然你也回来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还串通徐龙龙一起骗我 你就这么想被当成复心汉吗 晚间风凉 我打了个喷嚏 沈三叹口气 将外套披在我身上 她低头帮我系着扣子 既然能够重来一次 难道你不想要另一种人生吗 上辈子我 走时你那么痛苦 不要再经历了 不好吗 我不说话 她停下动作 无奈道 我上边静女下边姐 是想穿到明早吗 我不情愿地把手放下 你会活下来的 沈三理了离我的衣服 好 我会活下来的 我张了张嘴 没再说下去 上辈子她离开得太早 后来有太多事情 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以至于我说不出口 甚至不敢让她知道 沈三告诉我 上辈子她死后 再睁开双眼 就发现自己回到了三年前 她想到 我当时的痛不欲生 下定决心 不再让我重蹈覆辙 但又忍不住关注我 直到我从沈安那儿 拿走了五千万 她才猜到我也回来了 沈三知道我会来找她 于是想演一场 一亲别恋的戏码 让我安心地过自己的人生 我用手遮住她的眼睛 做什么 我笑 只要看到你的眼睛 我就知道你爱我 而且徐萌萌作为我的家 她的演习套路和台词语气 不好意思 我太熟了 龙哥不知道徐萌萌是沈三请来的托 但凡我和沈三成双成对 她总阴阳我